堂堂的美股上市公司一夜之间去传出了原地解散的消息 融资耗尽,借款堆积,连年亏损,甚至暴跌 作为昔日风光无限的升线电商明星公司 每日优先如今已经几乎站在了悬崖边上 除了脱离了员工和供应商之外 每日优先,仍然后后的投资者是损失惨重了 Hello大家好,这里是罗权实验室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每日优先 最近每日优先的动态迁动着市场的目光 从关闭前置舱业务再到网传破产 再到大批被辞退员工维权 每日优先的陨落几乎十周年可见的 其市值更是从鼎盛时期的200亿元 跌到如今的2300多万美元 而如此高开低走的行情 也是让每日优先的不少幕后投资者损失惨重 其中尤其以青岛国资最为典型 据公开资料显示 青岛国资目前仍持有每日优先大约7.8%的股权 按当前市值计算 市股价值仅为175万美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1185万元 但2020年青岛国资投资每日优先时 却是付出了20亿元的真金白银 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过去 浮亏便超过了99%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两年前 2020年的12月9号 青岛国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阳光创投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 共同组成联合投资主体 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主每日优先 并向每日优先投资了20亿元人民币 而当时市场对于每日优先的估值也高达了30亿美元 而作为回报呢 每日优先也在青岛市阳城区注册了总部公司 成为了当年生鲜电商 在地方落地的最大规模战略投资 但是这样的命运时刻显然没能持续太久 连年的亏损让每日优先迟迟无法跑通商业模式 在烧完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之后 每日优先最终还是爆了大雷 而除了青岛国资之外 上海和江苏地区国资也因为投资每日优先而遭受浮亏 互联网巨头腾讯更是因为连续五轮投资了每日优先 成为了其爆雷之后最无奈的大冤种 而回看青岛国资的操作 其实也已经在及时止损了 按照每日优先上市时的招股书显示 青岛国资原本计划将再追加10亿元的投资 但是或许是见到了每日优先的财务状况实在堪忧 青岛国资最终在2021年5月29日通知每日优先放弃认购权利 升纤电商赛道作为近两年最受关注的投资热土之一 成功吸引了不少互联网巨头和投资机构进场 但是在看似红火的市场背后呢 其盈利模式却一再备受争议 由于行业的重资产属性 使得各路玩家都避不开烧钱的命运 尤其在行业竞争越发激烈的时候 增收不增利成为了行业的普遍现象 即便是在资本介入之后 这种市场挑战呢也无法缓解 资本自身反而也被拖入了泥潭 每日优先的爆雷啊 其实是行业击重难反的突出体现 如果不能从底层解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这个赛道可能还会出现更多倒下的企业 好了这里是楼旋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